今天我想聊聊有的粉絲說這產品是不是軍規 其實這東西沒有百分之百答案或正確 如果這樣嚴格來說的話應該說 第一個它是不是軍品 就是軍方有在用的東西 就是軍用的外套 軍用的背包 軍用的衣服 叫軍品 那什麼叫軍規 就是說這個東西有沒有達到軍方的標準 那軍方的標準是什麼 軍方標準叫做 NLT STD810 特別是產品當中G 就是meritary standard 810G的標準 這個標準裡面涵蓋了非常非常多的一個測試項目 為什麼這個東西現在開始大家有點看到呢 因為它大部分是針對一些IT商品 什麼手錶啊 殼啊 測試儀器啊 然後測試什麼海拔高度啊 溫度啊 濕度啊 碰撞啊 粉塵啊 甚至80FRX 設定它是無線電啊 干擾啊 輻射之類的 那大部分常見就是 810G裡面呢 它有一個是 516.6的這個車子項目 就是衝擊 它最常用的車就是 最基本就是 最低的標準 它在運輸過程中 是否可以承受 撞擊 就是墜落下來測試 是5尺1.5米的一個測試標準 然後各位 各位現在看到可能就是 手錶 手機殼 平板殼 電腦 它要通過這個測試 代表說它能夠承受這個商品 在運輸過程中 撞到會不會壞 然後現在防水 它也有一個測試標準 它防水測試標準的話 它是在它的506.5 它測試的環境 大概在模擬大雨的情況之下 撐過40分鐘 那其實這個跟IP67有點像 IP67的話 第六是完全密封 薄油粉塵 它也有粉塵測試 但IP67就是 例如說7 可能就是在能夠在1公尺以下 浸泡30分鐘的水 所以跟IP67有點像 所以你說軍規嘛 OK的確也有些測試標準 還是不是測它的軍規 當然也有些人說 這東西軍方有買過 說不是美軍 因為我剛剛講的測試標準 是美軍的測試標準 它可能英軍有買過 又可以加過加拿過 那你說符合軍規嗎 OK那這樣其實也算 或者說這個材料呢 是軍規 就是材料在供給軍方 譬如說布料 那你說軍規嗎 那我覺得也還可以接受 那現在滿大康圓 很多人說是軍風啦 它其實可能材料啊 工法啊 或者它的強度標準啊 也沒通過任何的認證 或類似等級的認證 它可能就是外型很像 舉個例子 我把我自己用的小風扇 噴成一個迷彩綠 它具有掩護效果 這樣就是軍規嗎 當然不是嘛 它只是一個軍風 一個風格 我穿迷彩衣服 這是軍規嗎 也絕對不是嘛 一個印刷就好 因為衣服要做軍規 它有些什麼 紅外線的測試啊 撕裂測試 它可能要有這樣測試 所以呢 嗯 軍規這個事情 其實是 滿多的產品裡面 是一個行銷的一個 一個話 所以各位如果他有些軍規 一定要仔細看 他為什麼他能夠吃上自己的軍規 有任何測試數據 測試標準 還是根據嗎 好 這是今天一個 小小跟各位談的一個東西 幫助各位在 買東西的時候 不要陷入這個陷阱 或者你問他是不是軍規的時候呢 他回答你要仔細的聽 好謝謝各位 拜拜 拜拜 謝謝